大家好,我是花匠老赏 紫玄月是一种非常好养的植物 这种植物只要是剪一个枝条就能够扦插成活 前两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些小吊盆 是专门种紫玄月的朋友们看一下,非常漂亮 秋季是扦插 多入植物最好的时节 扦插紫玄月的时候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要是剪个枝条插上就可以 为了确保紫玄月承插率更高一些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一些松软的颗粒土去扦插 这样它的承插率就更高 如果我们使用家里那种原土透气排水性不好 粘度比较大 这样它的根系很难生根发芽 栽种紫玄月的时候 建议大家尽量是把它细插得稍深一些 把底下的两个叶片给它劈掉 这样掐的深度更深 更有利于它的沉活 朋友们在扦插的时候 不必害怕叶片会出现 掉落现象 只要是插上以后 精液没有问题它就能够沉活 因为这种东西比较脆弱 稍一碰它的叶片就会出现那种 掉落现象 所以说建议朋友们的锦量是轻一些 这一盆已经栽种完成了 朋友们在配土的时候建议它 锦量是选择那种比较湿润一点的 因为选择湿一点的土壤更有利于它根系的生长 刚扦插完成了 建议不要立即让它接受光照 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让它先预描 大约一周左右就能够生根了 生根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到阳光上 接受采光就可以了 朋友们看一下非常